大枯彩超快完胜台北选手,四轮对阵日本一姐,或将止步16强中国公开赛正在紧张进行,日本大枯彩对阵中国台北白玉珀,大枯彩在本轮比赛中表现强势,仅用34分钟,便以21-11,21-18完胜对手。 这世纪,2014年9月份越南公开赛以来,大枯彩第二次战胜白玉珀,在八分之一赛中,大枯彩遭遇日本一姐山口西,而大枯彩战胜这位强敌非常困难,极有可能止步16强。 大枯彩在刚结束的日本公开赛中,先后打败了香港选手叶佩妍,印尼选手麦纳西,国瑜二单高绑节,但因固定日本奥元希望,支部四强。 白玉珀今年参加9场比赛,有6场均遭遇一轮游,三场次轮出局,比赛首局,大枯彩一次比00跑,之后他保持领先优势,白玉珀努力追击至8-10,之后白玉珀出现失误。 导致大枯彩连得分,将比分扩大至17比9,此后大枯彩继续保持领先优势,以21-11拿下一局。 比赛第二局,两人各得一分,白玉珀取得暂时领先,大枯彩很快追至4平,两人各得一分后,大枯彩取得领先,并逐渐扩大分差至16-12,此时大枯彩出现失误,导致白玉珀连得4分,追至16-12, 不料白玉珀也开始出现失误,大枯彩城市反击,以21-18再次拿下一局。